哈囉美麗家人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惠仁美 舒服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要適合那個長度 然後我自己還蠻多 牛仔褲啊 寬褲啊 搭一些T恤 或者是襯衫類的 其實我還 因為我自己還蠻多寬褲 然後不管是牛仔類型 或是我今天的絲絨 或者是西裝布料 因為我覺得寬褲是 既可以正式 可以搭個襯衫 搭個高跟鞋就會很正式 或者是像我今天就是搭一個T恤 然後腰脊可能是一個絲絲巾 然後穿一個牛仔外套 或者是像我的皮外套 都可以很手寫 舒適性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 還是要適合那個長度 我覺得穿衣服 有一點 我覺得是會影響心情 今天或者是你的心情會影響 你要穿什麼 今天我可能有一個度假的心情 我可能會穿一個 比較清爽的背戲 還有搭一個長裙 一個涼鞋 我就可以在台北街頭 我自己的心情 因為很想度假 我穿了很多假 我就算走在街頭 城市裡 我都有度假的心情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做一個 很中性 很帥氣的 感覺的人 我就會打扮得很帥氣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點像戲服 它有點像角色 就是 今天想要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就會穿那樣子 那樣子 和那樣心情的服裝出門